今天是9月5日星期四 首先一次新闻提要 副总统何锦麗提出 将长期资本利得税率提高至百分之二十八 幅度低于总统拜登预算案列出的目标 发现何锦麗希望对富豪以及大型企业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 司法部起诉两名俄罗斯国营电视台员工 指控对方在各个网站和社交平台散播不实消息 企图干预美国选举 俄罗斯总统普警就表示 持续30个月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注意目标 是夺取乌克兰东部顿巴士地区 印尼卫生部表示 瓦加达、巴尼岛等地出现多喜的猴斗疑似病例 各位我是麦长红 我是潘若熙 稍后会有详细的新闻内容 首先是投资新闻 副总统何锦麗提出将长期资本利得税率提高至28% 幅度是低于总统拜登2025年度预算案列出的目标 分析形容此举反映何锦麗希望对富豪以及大型企业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 避免引起商界反弹 何锦麗4号在新汉报12州讲述经济政策的时候 畅意将长期资本利得税增至28% 比例明显低于拜登预算案中提出的39.6% 之前人士表示何锦麗虽然赞成向顶级富豪及大型公司加税 但亦认为拜登的加幅太高控制税率可以让资金流向初创及小型企业 何锦麗又建议将公司利得税率由目前的21%提高至28% 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将税率从35%减至21%的措施 何锦麗的顾问表示 特朗普多项有利于富人及大企业的减税措施戒满后 何锦麗亦都不会再延续 以便增加富房收益 转移帮助有需要的家庭及小型企业 在纽约州长办公室前华锐幕僚宣民涉嫌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被捕此日 多间媒体4号一度传出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遭到驱逐消息 纽约州长胡楚表示 他当日稍早跟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通话时 表达了驱逐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的意愿 并稍后得知对方已不在领事馆任职 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其后在记者会上回应胡楚的言论 先后两次重申联邦没有驱逐黄平 对方只是任期结束之后常规的轮調 虽然胡楚和米勒军已表示黄平已经离任 媒体也发现他4号草上从曼哈顿的总领事馆大流离开 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发言人表示 总领事黄平仍照常履职 他们希望媒体不要炒作虚假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表示 并不了解宣民的情况 也不评论美国的案件 但反对一切针对中国的恶意联想 以及抹黑行为 司法部起诉两名俄罗斯国营电视台员工 指控对方动用近1000万元巨款 资助填纳西州某家媒体公司制作大量影片 然后在各个网站及社家平台散播不实消息 企图干预美国选举 32个网络域名也被封杀 司法部4号宣布起诉今天俄罗斯电视台的员工 卡拉什尼科夫及瓦法纳西耶娃 两人被控串谋洗钱 以及未有登记便充当外国代理人的罪名 由于两人身在海外上未归案 因此当局要同时颁布制裁及旅游限制措施 检方表示 两名被告秘密向填纳西州某家的内容创作公司 提供近1000万元制作影片 然后在YouTube、TikTok、抖音等平台播放 相关视频来使用英语、内容涉及乌克兰战争等 立场都是偏向俄罗斯政府 其中单是YouTube平台就有近2000条影片 观看次数已经超过1600万次 司法部并未公开填纳西州制作公司的名字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持续30个月的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 是夺取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 由至乌克兰对俄罗斯富尔斯克地区的反攻 令这个目标变得更加容易实验 普京在海参威出席东方经济论坛传会时表示 乌军越境进攻富尔斯克的目的 是逼使俄方担心并转移部队 停止俄军在关键地区 特别是在顿巴斯的进攻 但解放顿巴斯是俄军的首要目标 乌军向富尔斯克派遣部队 反而在关键地区削弱了自己的军力 加快了俄军在顿巴斯的推进速度 他说俄军已经稳定局势 并开始将乌军部队赶出富尔斯克 乌军进攻富尔斯克之后 俄方曾经表示不会与乌克兰谈判 不过普京表示 俄罗斯从未拒绝谈判 但谈判就必须基于 在土耳其商定并已经草签的文件上 国际原始人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结束在杂波罗热核电站的考察行程 他说会继续调查核电站冷却塔 在8月11日发生火警的原因 并将持续致力避免核事故的发生 国际原始人机构在声明表示 格罗西今天星期实地考察了火警当中受损的冷却塔 在冷却塔内部见到内壁表面严重损坏及发黑 格罗西认为冷却塔因为受损而有可能要拆除 虽然火警未对核电站的核安全构成威胁 但突显核电站在俄古冲突中持续面临的风险 俄罗斯之前指责乌克兰的无人机杂击造成火警 而乌克兰反指俄方在核电站内中火 继续关注美国和国际方面的消息 新凡史记事报引述房地产经纪网站Refine的数据显示 如果要在新凡史大都会区购买中伟格入门房 一个家庭收入约28万5千元 Refine将这个地区定义为涵盖三藩市和Sematel County 家庭年收入中委数约为16万 Refine说三藩市都会区的一套入门房 即价格在底层5%到35%范围的房屋 在7月的售价中委数是95万 估计房贷月付款金额为大概7,140元 排名美国50个人口最多的都会区中的第二高 上面之下全国购买入门房的贷款月付款 估计低于2000元 所需的家庭年收入约8万 Refine估计全国家庭年收入中委数约为8.4万 分析假设买家收入的30%为房屋成本 并支付3.5%的头期款 印尼卫生报表示 阿加达日夜和巴厘岛等地出现多宗M斗 即猴斗的疑似病例 当我正在检测当中 印尼目前M斗确诊病例并未增加 仍为这88例 印尼卫生报官员指出 正检测多名疑似患病当中 其中3宗疑似病例 在阿加达的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入境时发现 他表示 昨日3日有5宗疑似病例 有几日前则有10多宗疑似病例 目前仍有7宗病例在检测当中 其他病例经检测结果是阴性 疑似病例主要分布在阿加达日夜巴厘岛及加利曼岛 他指出 印尼上未出现传播速度更快的M斗新变种LB型病毒 目前印尼的M斗确诊病例仍为此88例 为防范M斗疫情 印尼政府8月底开始要求所有入境的旅客填写健康资讯表 借此加强监控 防止M斗疫情传入 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最发明年会获得两手由中国提供的056C型护卫舰 以提高柬埔寨的防御能力 对于美国政府担心 中国资助柬埔寨升级改造的云让海军基地 未来会供中国的航空母船停泊 苏杰达否认柬埔寨将提供外国军队使用云让基地 他强调柬埔寨不会容许任何外国军队在其境内设置基地 手机已经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长期以来 很多人一直担心手机等电子设备发出的电磁波 可能会增加来患脑癌的风险 但世界卫生组织委托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 长期使用手机和增加来患脑癌 头颈癌风险并没有关联 不过这一项研究结果仅适用于3株以及4株网络 世卫3号发布的这一项调查报告显示 尽管手机使用率普遍上升 但脑癌发病率就并未跟着增加 而且与长时间使用手机 手机使用量均无关 这一项研究由澳洲福射防护及核安全局 审查约5000份先前的研究报告 参与研究的学者表示 电话、电脑及电视传输等无线技术的设备 都会发出射频电池辐射 一般人日常生活中都会暴露于低水平的无线电波入面 但由于使用手提电话通话的时候非常接近头部 因此引起忧虑 但认为今次研究表明使用手机是非常安全 财经消息 财经消息方面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8月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微升至51.5 高于市场预期 反映服务业保持确张 不过劳工市场有放缓迹象 服务业就业指数跌至50.2 数据显示 8月新订单指数升至53 投入价格指数微升至57.3 由于借贷成本上升压益需求 价格压力正在减弱 另外标普全球公布 美国8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中值55.7 综合采购经理指数中值54.6 两者都高于初值 人力资源顾问公司ADP报告显示 美国8月私人市场新增职位99,000个 是3.3年半以来最少 较市场预期少32% 7月的数字也向下修订 市场关注劳工市场是否急剧放缓 数据显示 8月制造业新增职位2.7万个 其中建造业职位增加2.7万个 但服务业职位就增加7.2万个 来自教育及健康服务的职位增加2.9万个 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减少5,000人 降至22.7万人 少个市场预期 四个星期平均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减少1,750人 数据显示 持续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减少2.2万人 减至183.8万人 少个市场预期 至于华尔街股市方面 三大指数 继续是个别发展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现时报40697点是下跌277点 纳斯打指数微升12点报17,096点 标报500指数下跌25点报5,494点 十年期国债利率报30731下跌0.037 金价报2546元1号上升20元1号 原油价格报69.27元上升7仙 至于汇率方面 1美元报7.09仙人民币 这一节新闻是由星岛中文电台 粤语节目部制作 更多新闻内容请订阅星电视YouTube频道 星岛日报 星岛中文电台 Facebook粉丝专页 星岛中文电视频道